近期,我方收到了来自各方人士转发的三篇声称来自DHCEO陈坚简报,新洲日报和五渡三马来西亚所报道的文章。 内容为,乐伟集团目前因无遵守个人数据保障义务,从而正被有关当局进行调查。 为此,我们珍重声明,该三篇文章,属为不实与虚假。 此冒状有幸运的社交媒体平台以拟造虚假不实的新闻,并有益用于针对以污蔑一个集团的品牌和公司形象的举动,是一项刑事犯罪。 2022年6月13日,乐伟集团已向警方投案与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MCMC举报假冒DSCO陈坚简报的假新闻。 2022年6月14日,乐伟集团也向警方投案与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MCMC举报假冒新周日报和无都三门雷雪的假新闻。 我们希望有关当局会严厉对待此事件,从而展开深入调查,并将犯罚之人审之于罚。 我们暂时向大众人士、我们尊贵的客户、特许经营商以及商业伙伴们保证,乐伟集团一直以来非常重视个人数据的隐私。 乐伟集团坚决不会把客户们的个人数据售卖给任何一方。 乐伟集团保持着严格的合规,也将会持续遵守2010年个人数据保护法。 乐伟集团无意宽恕和不愿包容任何有违反马来西亚个人数据法规的举动。 本集团已注下重本以确保每个客户们的个人隐私资料受到严善的保障,并为此持续看待为主要优先事项。 当然,这些虚假文章的内容纯属不实,动机不纯,无非就是有意污蔑乐伟集团作为遗产规划市场先曲者的良好声誉。 倘若您有任何体温,无需多虑,立即电邮至general at roadways.com已联系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